有没有改什么政策 来到台南卫生局当电话咨询志工 王贵美总是前一天就掌握资讯 有很多的资讯都是靠数位 每个人都介绍前程 有时候当天如果要轮到值班 有时候都还睡不好 就是想说怎么样子做到最正确 他来到三天到分会工作 针对民众的心理安抚 因为他都有经验 他们也比较容易同理民众 66岁的王贵美今年3月 才刚从慈济高中 附设小学人文室退休 她说在学校当老师 跟社区当志工 身段要更柔软 资料有吗 做事的方法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因缘在哪里 就做好那个时候的因缘 你大概就是一通借过一通这样子 其实常常都会讲到声音会撒哑 很多确诊者他很茫然 就请求我们慈济帮忙 打从国内疫情严峻以来 此一志工就协助卫生局 快筛计打包 以及四个单位的接听志工 就连长者快筛计发放 志工当仁不让 被手太红燈了 我们到哪边看到他们穿的制服 就会觉得心里就很踏实 以同理心关怀确诊者 以耐心听取民众抱怨 希望透过美同咨询电话的安抚 陪伴民众度过疫情难关 大爱新闻许文林陈立伟 台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